纤细后本的这种模式不是个别银行,而是大部分银行都这么操作 而且悄悄地干,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,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城市的失业率日益严重 不仅仅是失业,收入下降都会影响它 但是在房贷市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断供潮 原因就是因为银行采用了纤细后本的方式 这种方式吸收了这种冲击波 那么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也没有被法派房数量暴涨而冲垮 因为银行并没有真的把那些断供的预期的房子拿去法派 我相信就算有这个因素,中国的法派房的数量仍然增长得非常惊人 但与此同时大部分银行都在纤细后本来解决预期的问题 这两种情况都存在 第三,这个操作本质上去把危机延后 就两三年之后,如果这个客户他的收入恢复 那他这个客户就相当于度过了难关 但是如果经济持续的恶化,这个客户收入没有恢复 那那个时候银行就会出现坏账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谢谢大家